海底生物 鳥類 人類 所有生命體最小單位就是細胞 一旦受傷又難以修復 恐怕出現嚴重疾病 如今科學家突破生命體界線 創造人造細胞 這項由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三分校 研究團隊完成的突破性研究 並非使用天然蛋白質 而是利用創新可程式設計 泰DNA技術 成功製造出具有功能性細胞骨架的人造細胞 它們能夠改變形狀 對周圍環境做出反應 就像真正的細胞一樣 研究團隊領導人佛里曼博士表示 重新編成DNA序列充當建築材料 將泰結合在一起 一旦放飾在水滴中結構就會成形 可創建用於特定功能的細胞 為再生醫學帶來革命性突破 而說到醫學革命還有 透過斷層掃描及核磁共振技術 將患者的腎臟及腫瘤以3D列印呈現 1比1模型 柔軟又逼真 醫師不用再拿填膠或香蕉練習 早一步確切掌握情況 讓手術更加安全 隨著時代進步 醫學科技大躍進造福人類 三立新聞 楊俊宗報導 精革命運動 解決定 瘋狂 精革命運動